建议,这六种旧东西,能扔就扔,不要心疼,都是有依据的,临近年关,很多家庭都会选择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告别旧年的凌乱之后,才能迎接新年的整洁有序,但是有的人会发现,就算将东西全部清洗完再整理,把自己累得够呛,也还是感觉很乱,为什么明明很少买东西? 家里的东西还是越堆越多,其实这都是缺少断舍离的意识,我们国家都讲究节约是美德,有一些东西即使现在不需要用到,也不会立刻扔掉,因为会考虑以后可能有需要的情况,从而囤积的越来越多,却从来找不到用它的时机,扔掉又觉得浪费,渐渐的就会发现,家里多了一些看似有用其实很鸡肋的东西, 在每个角落都能找到垃圾,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持精致舒服的生活,一定要学会断舍离,该扔就扔,不要心疼 尤其是以下五种东西,一,内胆坏了的电饭锅 电饭锅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有,如果是爱吃米饭的人,更是天天都要使用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类型的内胆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就是铝制内胆 而铝制内胆因为其材质的特殊性,它是不能直接和事物接触的 所以厂家在制作的时候都要在表面附上一层涂层,目的是起到防护的作用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都是铝制内胆加涂层的结合 通过这个保护原理,我们就知道如果涂层掉了 铝制内胆就会直接接触食物,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怎么发现内胆涂层掉了呢? 在清洗电饭锅内胆时,可能会发现气底部和丝壁都出现了一些白色的圈圈 你就可以用手轻轻刮一下 如果会掉落黑色的小蟹蟹,那就代表内胆的涂层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破损 应立即停止使用,然后尽快更换新的电饭锅 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还是继续使用无涂层的铝制内胆的话 长期下来会使人体的铝摄入量严重超标 对身体造成伤害,可能还会致癌 毕竟病从口入这句话是不无道理的 二,开始粘锅的不粘锅 和上面的电饭锅一样,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不粘锅 也都是涂层锅 因为有这个涂层才能起到不粘的作用 最开始是很好用的,但用久了大家就会发现 不粘锅也开始粘锅了 这都是涂层掉了的原因 掉了涂层的锅不仅非常难清洗 其掉落的涂层还有可能会吃进我们肚子里 造成身体不适 还有的人虽然不会继续用掉了涂层的锅 但却舍不得扔掉 还是放在家里,这样做非常占家里的收纳空间 影响美观,锅放久了还容易生锈发霉 建议大家不要赶潮流去选择涂层锅 可以选择传统的铁锅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铁锅也能做到不粘的效果 而且还是没有涂层的,不仅耐用,还好清洗 3.筷子桶里不用的筷子 很多人买筷子一次性都会买十双八双 久而久之,筷子桶里就会多了很多不用的筷子 而且每次拿筷子我们都有意识地想拿新筷子 但是又舍不得扔旧筷子 长时间不用的筷子如果是木头才知道 很容易发霉,新旧筷子混在一起 可能不小心会拿到旧筷子解除到上面的霉菌 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大 而旧筷子和新筷子放在一起 霉菌可能也会沾染到新筷子上 用来进食是非常不卫生的 对此可以采取的做法是把旧筷子和新筷子分开放 定期整理掉长时间不用的筷子 这样才能保持家居生活的干净利落 四,外卖剩余的一次性用品 现代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点外卖 而有的商家比较贴心 都会给多一些一次性用品以便替换 某天就会发现家里就会有很多外卖剩下的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纸巾,一次性饭烧等等 对于这些外卖剩下的用品 很多人都舍不得扔 虽然有时候确实需要用到 但是这种机会非常少 下次点外卖商家还是会送 而这些用品囤积太久 也会引发问题 首先就是一次性筷子 如果是囤在橱柜里或者角落里 久而久之就会慢慢长出黑斑 这就是发霉了 如果再使用也会危害身体健康 第二个缺点就是非常占地方 虽然单独拿出来看 我们会觉得这些物品都是体积比较小的 不占空间但是积少成多 攒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空间都被占没了 在定外卖时 我们可以和商家备注只拿适量的餐具 这样既不造成浪费 也不会留在家里占地方 五 看似很好用的厨房海绵 相信很多家庭的厨房都会有一两块海绵 它可以用来刷碗刷碟子 而且清洁效果也很不错 但是很多人都会把海绵用到干瘪 才想着要替换 其实海绵用久了不仅不能把厨具刷干净 还会越洗越脏 因为海绵吸水性强 代表它内部的孔隙非常多 由此也让细菌有机可乘 拥有细菌的海绵去刷餐具 实在是让人不放心 再加上海绵不容易干 长期下来也会产生异味 刷餐具的时候也可能会沾染到餐具上 不仅难闻还不卫生 所以要尽快把家里用久了的海绵处理掉 而新的海绵每次用完之后 都要保证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 这样才不会让海绵一直湿湿的状态 六 囤积在家里的毛绒娃娃 大多数有小朋友的家庭都喜欢买毛绒娃娃 因为可爱的毛绒娃娃不仅小朋友喜欢 还可以放在家里装饰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毛绒娃娃特别容易击灰 为了保持毛绒娃娃的蓬松 我们会减少清晰的频率 久而久之 灰尘就会堆积在娃娃的绒毛里面 表面上看不到 但是满虫和细菌已经在上面安加了 小朋友的免疫力比较差 在这样的环境待久了也容易生病 而且小朋友对于玩具都是三分钟热度 看见新的娃娃就会想拥有 就导致娃娃越来越多 旧的娃娃却再也得不到宠爱 又舍不得扔掉 只能塞在家里各个角落 建议把家里毛绒娃娃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和消毒 同时把一些小朋友已经不完的毛绒娃娃都扔掉 或者清洗下送给有需要的人 这样就不会占地方 同时也有利于小朋友的身体健康 断水离并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 最重要的是行动 如果你发现自己家里有以上这六种东西 一定要及时扔掉 为自己和家人保持一个干净卫生的居家环境 才能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促进家庭和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